水前最后冲刺了 不过清兵党的副总统 副选人林瑞雄宣布 26号出访布丹 他说要带回大家追求的幸福 清兵党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再出招 宣布要出访 12月26号出发 31号返台 地点就选号称 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布丹 从布丹回来能够带回来 一个大家追求的幸福 理物上我应该到那边 享受一个临近的时候 电磁波是无所不在 但林瑞雄不是要去考察电磁波 身为公卫学者的他 是以专家身份应国王之邀 到布丹宣传公卫教育 还要拜访政府机构 如果可能还要碰一碰国王的父亲 拜访国王 还有希望能够见到他的父亲 他那时候只有25、65岁 就踢出来 Gross Nation of Happiness 不过林瑞雄成为候选人之后 和双印一样身边层层包围 高度戒备 难道这一票维安人员 也得跟着往布丹去吗 国外需要抗我自己 我说我有带几个 我的助理会跟我去 不过国安的 他们在国安的条例里面 对国外是不负责的 照下台湾选举史上 头一回有候选人 在大选前一个月出访记录 选前紧绷时刻 林瑞雄可没担心 自己不在国内 会让亲民党选情失文 我们一定会担心 没有 对 对月新闻洋新国 中派军台北采访报道 内紧练之外 前紧练之外